好,那请看前面 我们这边呢 这个程式比较难 所以它的内容呢 我就不详细详解了 而且这个比较超越视窗的范围 它还是属于网路的部分 但是它其实是用视窗的方式写的 所以给各位看的是这个 我们现在呢 总共有三个程式 那应该说两个程式的 那我开了三个 三个 一个程式开了两次 另外一个程式开了一次 那这个开了一次的程式是 这个聊天伺服器 聊天伺服器 那开了两次的这个程式呢 是聊天式的客户端 那这里你会看到 OK,我现在进来 进去之后呢 我在这边 输入我的名字 然后呢 再说这边开始打字 那 它就会显示 在所有加入这个聊天室的人的画面当中 那我这里输入了 这边你会看到 那我因为我是发信者 CCC 那所以呢 我自己这边会看到 对方也会看到 那各位如果觉得 这样聊天室还不够多人 再加一个 那我们画面是有限的 好 那在这里呢 好 我们现在Jack进来 然后呢 说 好 那Jack进来说 大家好 结果这里也有显示 OK 而且是Jack发的 好 然后这里也有显示 所以呢 现在其实只要大家连到 用下载这个程式 然后重新编译一下 要重新编译 那编译的方法呢 是这样子 就是下载完成式 解开之后 我有一个chating room chating room里面有一个build 你打build就可以 但是问题是 在打build之前 这个版本 版本的那个ip 我是写死在里面 所以呢 你可能要改一下ip 那目前我现在这一台 所使用的ip 是192.168.60.15 所以呢 如果你要连到我这一台来聊天的话呢 你必须要把ip写在 写在这里 就是说我这里 一开始我设固定时的ip 所以就 你必须要写在这里 那 所以如果你是连到 连到这一台 你就要把这个ip写死在这里 那这样client和server 就不用再 事先再输入一个ip 这是它的好处 但是缺点就是不够弹性 那 常常要改程式 那如果你的主机换台 那你程式就要改 那当然这样也不是很好 可是 你去想想看 当我们发布一个 程式已经散布出去之后 那你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它的ip 永远跟着你 未来 一直换新的机器 一直换新的ip 一直更新呢 最后你还是得要一个 中央讯息系统 那 那那个程式要怎么连回 中央讯息系统 还是得有一个固定的ip 对 那不然就是固定的DNS 固定的UIL 不管怎么样 你得要有个固定的网址 那 它连回来才会容易 否则的话 你还要让它去网路上重新寻找 这恐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程式是这个样子 OK 你可以进来聊天 但是 你下载了程式之后 要把ip改成这一台 但你也可以自己下一台 自己加一台你就把ip改成你自己的 的电脑的ip就可以了 改成你自己电脑的ip 你可以打ipconfig 然后去看看你电脑的ip是多少 像我的电脑是这一个 那你的电脑我不确定 你要看一下 那所以 当你想要自己加一个 多人聊天室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但是先把这里改成你自己电脑的ip就可以了 那 那这是我们的 这个ip是在ChatLive 这一个程式里面 那这边有一个ChatClient 那我们里面其实 也有一个ChatServer的程式 那 这个程式呢 这边是ChatClient 那 有一个ChatServer的程式在这里 没有放在专案里面 这是ChatServer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 也可以稍微抓出来看一下 那它基本上就是接受连线 然后呢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是 它会广播讯息 那怎么广播呢 就是对于每一个客户 连进来的客户端 我都发一份讯息给你 这样就算广播了 所以它就用一个for回圈 然后 如果那个Client还没有死掉 有些Client会死掉 比如说它关掉 它就死掉了 那你连进来的时候 你还活着啊 但是你关掉了就死掉了 我发信息发给你 也发不动 所以我判断一下 它有没有死掉 如果没有死掉的话 我就送给它 好 那 那这是一个IP的 就是多人聊天室的程式 那程式呢 在这里 就是各位从网路程式 网路程式这边进去 里面程式办理有一个多人聊天室 把它打开 下载就可以 那这里打开之后下载 这样就可以 那各位可以先来试试看 那你可以选择连自己 是比较不会干扰到别人 但是连我这一台 反正我也还开着